那我们的教科书 主要是用网路的 所以各位可以不用买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各位买一本基础的C Sharp的书 那至于多基础要看你个人而定 那C Sharp简介开发环境这个应该我们都各位自己看 那变数和运算我们稍微看一下 这里大概就是刚刚那个城市了吧 差不多 那这边我们有做一些注解 那我也建议各位呢 未来你写程式尤其是你交作业的时候 你的作业的程式最好也加上注解 作业的程式最好也加上注解 尤其是那些你觉得我不是很熟的那种东西 就是最好加上注解 好那我们刚刚是用Visual Studio在写 其实可以用命令列的 但是如果你是下载Visual C Sharp Express 没有办法用命令列 如果你是Visual Studio Professional才有办法用命令列 那Visual Studio Professional的命令列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命令提示资源 你把这个打开 这里有一个CSC 你可以看到 那你可以把你的程式存起来 你可以把你的程式存起来 举个例子 我把这个复制 好 那我放在 C Sharp里面 好请注意复档名要点CS 是点CS 但是这里显然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到它还是文件档 没有变成 变成Visual Studio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它应该是隐藏了保护的复档名 没有耶 没有 好 那或许它是对的 来我们看看 或许只是关联没射上 诶 真的诶 它没有隐藏 只是关联没射上 好 那当我这样写好 那我在这里 诶 不是这里 搞正 是这里 好 这里有一个Hello.cs 对不对 那你就会看到跑出一个Hello.es 好 就是这样执行 所以不一定要靠整合开发工具 但是呢 我要告诉各位 这学期我们跟整合开发工具脱离不了 除非我们是写命令列的 写命令列的当然OK 但你写视窗的时候 你硬不要用整合开发工具 你是为难自己 所以 并不这样建议 是可以啦 是可以 但是不这样建议 好 那 Visual C Sharp的整合开发工具 做得非常好 所以不用它真的是 真的是 你要非常非常高竿 你才有办法不用它 好 接下来请看下面的这些 我宣告A等于3 B等于A π等于3.14 C等于 请注意单银号H 然后呢 Stream MSG等于双银号Hello 请注意这个Stream大概是C语言 所没有的形态 C++里面有 但是标准的C语言没有这个东西 标准的C语言 Stream要用什么 至串 CHAR信号 标准的C语言用CHAR信号 但是 有物件导向跟没物件导向 很大的差别就在这里 Stream是个物件 它已经是个物件 它可以做很高层次的东西 甚至可以做正则表达式的比对 那那个是很强的一个工具 接下来布 布也是C语言里面没有的 因为C语言用0和1 那 你要自己定义处是1 Force是0 但是C sharp里面预设就定义好 有处和Force这两个东西 所以 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呢 来看到 I等于3 S等于3 Y等于5 S等于Y 这都是OK的 然后呢 S等于3 5加8除2 这OK的 那你可以看到 S等于2 然后 X等于S shift 2 左移两位 这样会变多少 2左移两位会变8 左移一位会乘2 左移两位会乘4 当然如果你是负数左移两位 那就完全不同 那接下来 X等于2 Y等于Force A等于Xn的Y 请问这个A应该是多少 A应该是 True还是Force An的B Xn的Y Xn的Y的话 True&Force 结果是Force 因为True&什么的话 就是什么N的什么 应该只有两个都是真的 时候才会真 否则的话就是假的 那 再来 SOY呢 这回是True 因为 SOY 就是只要有一个真 就是真 那因为S是真 所以是真的 那 C等于Not S C等于Not S C等于Not True Not True就是什么 Force 不是真的就是假的 在电脑的世界里面 比较简单 不是真的 就是假的 但是在人的世界里面 不那么简单 不是真的 也不见得是假的 亦真亦假 或真或假 非真非假 都有可能 好 好 再来 C-Sharp继承了C语言的运算式语法 所以 请注意看 这个 只有一个End的时候是什么 S等于3 Y等于5 只有一个End 你试试看它会是什么 答案会是1 那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是1 请你赶快拿出来比 然后把它的二进位写下来 然后两个对一对 然后做End运算 End运算一样 就是跟 跟这边的End很像 但是它是每一个位元 每一个位元做的 每一个位元 每一个位元做的 你就会看到 为什么是1 那同样的 B等于S O Y 你会看到它为什么是7 因为 这边是101 这边是011 所以最后 三个都变1了 所以就变7 好 那这边 跟C语言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相当于是复习而已 接下来 请各位看一下流程控制 好 流程控制呢 C sharp的判断语法 跟C语言基本上一模一样 if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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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那 举个例子 ifscore 大于等于60 console.line.line 及格 else console.line.line 不及格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的score是59 他就会印出不及格 如果你的score是99 那他就会印出及格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呢 如果 你有更复杂的case 那你可以用 ifscore大于等于90 怎么样 score大于等于80 怎么样 那score大于90 在国外通常就是A 对不对 成绩是A 那大于80呢 成绩是B 类似这样 那 那大于等于70 就是C 那接下来呢 就D了 那不过有些人认为说是大于80 就算A 那至于怎么应对 其实没有一个正确的标准 那某些学校大部分都是 都是大于90才是A 好 那这里 其实你可以把它跟语法对起来 这是我们写的BNF语法 那BNF语法 其实是你设计编译器的时候 非得要 会的东西 不过现在的人很少设计编译器了 所以应该 大部分的同学都不会碰到 它 是很重要的东西 接下来FOR违圈 FOR违圈 你可以看到它的语法 基本上就是C语言的语法 好但是有一个不同 C语言照标准C语言的时候呢 你的变数的形态宣告 不可以在这里 如果你去写一下 用Dev C++或之类的写一下 而且你要调成标准的C99模式写 你会发现 这里是不能宣告形态 你必须要把形态宣告在前面 但是C sharp可以 所以这里是比较方便的一个写法 那还有更多C sharp的部分 比那个C元高阶 所以它写的很多东西 其实可以用的比C元更高阶一点 那你看这上等于0 I等于1 你要从1加到100 也可以这样写 这也是可以的 好所以这里各位 待会我建议各位 每一种回圈啊 if都练习一下 所以我想我待会出个 让你非得要把回圈 if什么东西 通通放进来的一个题目 这样子强迫大家练习一下 不妨现在就出吧 刚刚我们不是从 写了99乘法表 对不对 好 那 现在呢 我请各位写一个东西好了 不要99乘法表 你写 从1加到1000 然后呢 3 5 7的倍数不要加 3的倍数 5的倍数 7的倍数不要加 那请问结果是多少 请你用程式算出这件事 好吗 当然你不会用手去算 你要加到1000 手会断掉 对 好所以请各位 现在就做这件事情吧 我们把画面切回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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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